2张 那几张 3张 小朋友围着将卡片抽出来 因为他们正玩的是蔬菜水果的组合菜单 这回远连科技大学创意生活设计系 就申请农委会食农教育推广计划 到土库新庄国小上课 借此来改善偏乡教育不足的资源 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是由国立运营科技大学 跟农委会所申请的一个食农教育推广计划 那这一次计划内容主要是着重在 利用县内这样的一个特色的偏乡 国小跟特色偏乡社区 我们去把它做一个结合 希望导入这样的一个食农教育的概念 让县内这些小朋友跟长辈 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 食农教育的体验活动跟学习的一个 课程的一个规划 活动除了玩游戏以外 还请到附近新庄社区的长辈一起参加 并且借着游戏以及烹饪的机会 让小朋友学到更多有关农作物的知识 首先让孩子们了解社区的产业农产品 再来第二个就是透过食材的料理 让孩子们建立健康饮食的概念 接着透过农事体验 让孩子们能够更加的喜福 这次的食农教育我觉得在活动中可以让我增加蔬菜那些的 就是知道那些里面的营养素 我觉得很开心 为什么要增加姿势了 因为这次有社区的长辈共同参与 这也能落实农业的永续发展 这对长辈来说有这个活动能和学生互动也是很好的教育机会 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的村庄 那这些长辈都是以耕农到老 那长辈这些要把他们的经验传承给这些祖孙们 希望他们也程序这种农业的这种政策 那要他们了解农业 参与农业 不要把我们的农业这样的放会 那他设计他就会说哦那就是以前做事这么艰难 那官吏说在那里也会很准备拿起来 我们跟他说我们这时候跟他说起来 他会很准备拿起来 想这个口是很好 不管是孩子或者是阿公阿嬷 有这样的机会学到食农课程的重点 不只让大家对每一项农作物有更深的认识 也是借着活动希望进一步培养农业发展的可能性 记者留意的采访报导